我們打開GIMP這個軟體之後呢 我建議各位先做一件事情 還沒有開任的檔案就先做一件事情 因為它預設的視窗是屬於浮動式的 以前流行浮動式的 但是後來又比較流行就是坎路式的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你可以讓它的視窗變成單一視窗模式 這樣這些浮動面板它就會做到裡面去 它就不會浮在外面 萬一你覺得這樣不喜歡 你就再把它關掉 它又回來了 這樣OK嗎 可以啦 我是比較喜歡現在單一的視窗 那我現在就把那個檔案 我們剛剛這裡有那個原始圖對不對 範例檔案裡面你可以找一下 各位的桌面上有一個面膜這裡 原始圖照片在這裡 你可以把它這樣丟進去也可以 這樣丟進來 滑鼠沒有放開 如果你要用這種方法 就是拖曳的時候到這邊不能放開 等到軟體打開了拉上來 這時候我滑鼠才放開 這樣你了解了 這個它會出現錯訊 你那個沒關係 那當然標準方法 你就從這邊打開也可以 那待會你打開找到這個檔案之後 我們要用哪一個工具呢 在桌子手邊這裡有一個很特殊的 它叫做什麼 前景選取工具 這就是劇本裡面內建的去備的 好去備的 那如果說待會你有空的話 或者你覺得我還不是很清楚 沒有關係 我們在這裡還有一個 我有提供一個那個 網路上有一個影片 免費軟體在這裡 在這個任務裡面 也有一個人有做教學 不過它的是比較簡單 沒像我們那麼複雜 我們照片算是比較正常的照片 它的是那個 像卡通的圖 所以很好去 這樣你了解嗎 OK 所以你也可以參考這裡 好 那我就先等一下各位 麻煩你先把那張圖打開 好 那至於說你要不要讓那個浮動面板吸進去 你可以自由決定 從視窗裡面的 有一個叫單一視窗模式 你可以從那邊去選擇 好的現在大家都已經打開了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點到這個工具之後 它下面呢 你會看到它下面這裡 有沒有相關的工具的選項就出來了 好 那麼預設的話 我們這個筆刷 筆刷大小 這裡有 小一點 大一點 有沒有 它一樣跟剛剛我們那個線上工具很像 那麼首先 你要標記一下哪一個是前景 前景就是所謂的 我們要保留下來的那個位置 保留下來的那個影像的範圍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好 先用放大鏡 稍微把它看一下 這裡 好 先放大一點 比較容易做 好 好 我就回到這裡來 OK 那我看一下 第一個動作呢 你先把你要的部分 蓋越的框起來就好 你看我從外面 我按著滑鼠拖曳有沒有 按著滑鼠拖曳 把你要的那個範圍大概的外框 你就沿著它走 但是不能放抬滑鼠喔 可以嗎 如果你累了 可以休息一下 滑鼠不要放開 千萬不要停止呼吸喔 因為我們這個路徑 路還很長 好嗎 所以你就繞著它走 繞著它走 大概就可以了 好 到旁邊這邊我們再放下來 好 最後面我就過來過來 是不是回到起點 有沒有發現亮起來了 終於走回到家了 放開 有沒有 不一樣的 那它會先幫你一個 蓋瓜的 用一個你指定的顏色 預設是藍色 把它先框起來 好 那這個是我要的 對不對 那你現在呢 就告訴它 哪裡是你不要的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把它換為 這個叫做 標記背景 標記背景 也就是說我要告訴它 哪裡是背景 我就告訴它 這裡是喔 有沒有 我刷一下刷一下 這裡是背景 哪裡是前景 這裡 等一下喔 我剛剛應該刷錯了 應該是刷裡面 有沒有 我應該是刷裡面 那沒關係 再補回來吧 你就補一下 它會自動幫你計算 有沒有發現 效果還算不錯 我們這張已經算是 就是 比較屬於一般的那種照片 補一下 通常比較不容易的 就像上面這邊 因為他們跟那個樹枝 那些會比較接近的 一樣那個原則 塗在你要的裡面就好了 請不要塗在這樣 有沒有發現 不要這樣喔 我如果這樣 它會連外面是不是抓到了 所以 你要哪裡就抓哪裡 那這裡是不要的 我就把它標記為背景 告訴它這裡是不要的 有沒有 藍色是不是又進來了 不過它會整張都做 整張都做 所以有可能會像我剛剛的 我做了這邊 結果這邊又跑回來 有沒有 所以這裡 這個是它一個小缺點 所以你可能做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那筆刷的大小 一樣會影響到什麼 會影響到我們的那個 就是那個範圍 所以如果你覺得 我要做比較精準的 你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把筆刷變小一點 好 變小一點 那這樣影響的範圍 就不會那麼多 那如果你是一開始的 一開始的那一種 你就可以刷比較大一點 好 這裡還有一點點 好 這裡還有 如果你覺得 你覺得因為它穿藍色褲子 你用藍色是比較看不清楚 你可以換一下不同顏色 比如說你變成綠色的 有沒有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那個顏色不是很重要 方便你自己編輯 方便你自己編輯 我幫它塗一塗 有沒有 這樣我大部分都已經選得差不多了 對不對 這裡還有一點點缺點 我就來標記一下 看你是要前景的還是背景的 當然你可以搭配我們剛剛的那個什麼 放大鏡的工具 把你覺得不是很OK的地方 稍微再幫它修飾一下 好 看起來這裡還有一個 好 這裡還有 這是前景的 要留下來的 所以你可以適度的換上不同的顏色 這樣 再看會比較容易 好 這裡 OK 那這裡是不一樣的 我就變成背景 就點一下也可以 不一定要脫曳的 這裡 這裡 這裡就看你了 這裡如果要留著 我就把它保留下來囉 這裡還有 這裡還有 如果都做得差不多了 這裡有一個小地方要注意一下 請你按下鍵盤上的 Enter 表示離平做好啊 請問有沒有選起來 有沒有 這樣就選起來了齁 那所以 你透過這個方式呢 我們現在把它選起來之後 那 這裡 右手邊呢 我們要把那個 欸 我的塗層 塗層的面板 要了 塗層 在這裡 螢幕太小就是這個缺點喔 看不到 好 沒關係我等一下再做 反正你記得最後面做完之後 要按個Enter 它才會幫你 把你剛剛圖的那個部分 轉換成所謂的選舉區 各位應該有看到外面這邊 是有個這樣子 對不對 那如果還有一些不完美的 我們還可以再做修正 因為這個圖我們並沒有去掉 來我把畫面先還給你囉 好